今集說龐貝是極度重口味的一集 因為除非你對古羅馬文化很著迷 是個對人類學、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人 否則你來到龐貝只會見到滿目蒼儀,一片頹簷法雅 看著這堆一望無際的石頭、石頭和石頭 通知自己在看點物 說來龐貝參觀和我們早幾集所介紹羅馬當中的帝國時代古蹟所提及的羅馬議事廣場的形式有多類似 那集我都有說,你要做很多功課才能理解到 你正在看著這塊石、這條柱、這個地基有何意義所在 如果你去完議事廣場都覺得,嘩,很棒,很厚 而主流的古蹟已經看過了 那我覺得你是適合來龐貝的 如果不是,我就看完鬥獸場、萬神殿這些保存得這麼好的古蹟 都已經覺得有些飽飽仔仔有些漏了,是夠癖的 要去購物來調節身心的話 這樣龐貝絕對不適合你過來 這樣就無謂周居羅頓辛苦自己了 但如果你是介乎兩者之間 你好似聽聞過龐貝,又有些興趣,不過掌不定主意 究竟值不值得專程過來意大利南部 如果只是為了看它的話 那這條片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讓你看看這個考古史上其中一個最大型的 Time Capsule 究竟有什麼看 以及究竟來龐貝參觀是辛不辛苦的呢?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呢?等等 而且我們都會結合拿波利的國立考古博物館 裡面的展品來一齊給大家有一個全面一點的認識 因為龐貝的露天環境是不利於保存文物的 所以在那裡掘出來的絕大多數的雕像、藝術品、生活用品等等 都會放在拿波利的博物館那裡展出 如果龐貝古城是骨的話 博物館的展品就是血和肉了 兩者拼湊在一起才會見到一個完整的歷史面貌 而龐貝不妨可以當它是一個位於山卡拉 佔地極廣的考古主題樂園 你怎能在有限的時間裡 看到令你心滿意足的內容 這一層真是做好多功課才行 好了,準備好的話 重口味龐貝之旅,你啦! 首先交代一下龐貝的基本歷史 簡單來說,這一片位於維蘇威火山 和拿波利海灣之間的土地 就在公元前八世紀 已經成為希臘的有錢人過來享受世界的地方 它這樣發展幾百年後 到羅馬帝國時期 這個已經繁榮富庶的龐貝 是古羅馬上流貴族經常來的高級度假區 但是這裡的產業並不是你想像中想到那麼單一 這裡除了有不少富豪別墅之外 也有典雅的中產家 和普通打工仔的住宅 也要有人服膳這群有錢人 整個龐貝就是一個發展完善的城市 它有各個階級,各行各業 有遊客,有居民,有奴隸,有酒吧,有妓院 有工廠,有市集,有神殿,有麻大劇場 不過這一片這麼熱鬧的景象 就在公元79年的一場火山爆發之中灰灰燕滅 不過正因為是以這樣的形式滅亡 所以龐貝古城的遺跡可以保存得這麼完整 簡直將一段時光永久凍結在公元79年的某日 令後人可以見到不單宏偉大型公共建設的遺跡 就連以前人的生活模式 那些星斗市民住的地方 去的餐廳,嘴腳的酒吧,甚至叫雞的環境 都很大程度地保存下來 對於了解當時的社會面貌 這簡直是一份天賜的禮物 所以龐貝古城就是一個這麼迷人,這麼特別的地方 不過今集我不會很詳細地說一些文物和背後的意義 因為這樣的內容是豐富到,沒有幾天幾天都說不完 我重點是想說一下這裡如何去,路難不難走 有沒有參觀路線推介,這裡有沒有廁所,有沒有餐廳 以及遺跡實際上目落是什麼狀態等等 這些很實用的資訊 如果你真的對龐貝有興趣的話 你先搭心水去找一些記錄片看看吧 Neguio 都拍過很多集,Disney Plus 已經有了看 先說交通吧 絕大多數去龐貝的人都會從拿坡利出發 在地圖上,他們兩者的相對位置是這樣的 中間隔著巨毛巴就是維蘇威-Vesuvius 火山 但當時人們不知道原來它是會爆的 更加不知道會爆到這麼厲害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城鎮穿落,圍著山周圍來建 由拿坡利去龐貝,你可以搭這條 射近Vesuviana 的施鐵路線 顧名思義就是它連接著Vesuvius 火山周圍的幾個城鎮 龐貝就是其中一個了 我們搭的是由拿坡利去Sorrento 路線 從Garibaldi 站上車,搭到龐貝的這個站 只有一個站,你不會搞錯的 單程每人票價是2.8歐 拿坡利的火車就是這樣的了 先別說車廂表面那麼誇張的圖鴉 裡面的座位配置是2加2 是膠椅,而且很窄 它跟對面位是膝頂膝的距離 在這大約半小時的車程裡 如果你有穩定關於龐貝資料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去穩定書 龐貝作為一個這麼出名的古文明旅遊景點 但這些配套設施真是簡陋得不得了 如果車站就是這樣了 是少少遮音擋語的棚都不起床 至於門票方面,我一向都會建議提前買定會好些 上集介紹拿坡利時,我們提及過一張3天的PASS 不是說會包了兩個經典的門票 所以你拿著那張PASS 進入到售票署賣給職員看 就不用再額外付錢就已經拿到門票在手了 而在售票署旁邊有一個衛生情況比較惡劣 但也沒辦法一定要去的廁所 因為整個龐貝古城這麼大,廁所數量少得可憐 有得去,一定要先去 好了,一切準備就緒的話,我們就進去吧 我們去的天氣比較陰情不定 朝早的雨是落下停下的 是一個這麼天色陰沉的日子來龐貝 雖然拍照不太好看,但氣氛似乎更貼切 而且陰天也陰天的好 因為在這個無遮無掩的老天環境 你想像一下,如果是陽光猛烈的日子過來 尤其是上一年的老人家的話 又可以捱到多久呢? 所以建議大家千萬不要低估來龐貝參觀所需要的體力要求 因為不單因為天氣因素 亦是因為這裏有兩千年歷史的羅馬時代石春路 是很難走的,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容易走 尤其我們去的天早上留下的毛毛魚 石面會變得很滑 就算之後出太陽曬乾也好 但這些凹凸不平的路面也要慢慢走 很容易咬齋的 雖然你記得一定要穿一對 找地能力好一點的鞋過來走 那龐貝古城入面有沒有餐廳呢? 不是出土的遺跡 而是在營業,還有東西吃,還有東西賣的地方 答案是有的 它是位於龐貝古城的中心點 很容易找的 但就不要預期有什麼好東西吃 也有甜飽肚蒜的質素 那些漢堡包、薄餅等 你看那款都不太開胃,是乾燥燥的 它在後面有個焗爐可以幫你弄熱它 但就要排長龍等很久才行 另外還有一些切好的杯裝水果 還有一些甜品包 你可以點杯咖啡,簡單單單吃點東西,頂著當 作為全個龐貝古城裡唯一的餐廳 價錢貴一點就一定了 以獨視生意來說,它的標價算是比較克制 賣的東西都有不少種類,兼且有廁所 雖然這裡經常都會帶牌長龍 有很多人買完後會坐在門口順手吃完才走 龐貝古城的考古區域面積有66公頃 大約跟香港特斯尼樂園差不多大 我計只是樂園,不計幾間酒店和其他東西的面積 兩者是差不多尺寸大 而且因為龐貝這裡沒有什麼明顯的參照物讓你去認路 雖然你一定要穩定地圖看著來走才行 那些導覽錄音都是按照不同地區來分門別類 你進入了那個區,再選擇相應的號碼標示 這樣來聽回那個位置的介紹 大致可以這樣看 我們進來首先會經過的是第七和第八區 村裡一開波就是氣浴的地段 這裡就是城市的核心 分別第七區有浴場,有神廟,有寄院 而第八區有市集和很大型的神殿 最多市民聚集的就是這兩個區域 順著這個方向走進去的 第一區就是商業區 即是餐廳、酒吧、洗衣服就是這區 兩千年前已經有洗衣服 在這裡可以見到古羅馬社會的商業活動痕跡 以及一些貴價的住宅 第二區除了有神殿之外 最標誌性的就是這個大型劇場 狀態都算是保存得超級好 可以這樣理解,剛剛所提及到的四個地段 佔了大約半個龐貝的面積 亦是最多大型公共建設的地方 另外第三、第四、第五和第九區 我會形容為比較少觀光價值的地方 如果你時間充裕,有腳骨力 你可以去看它 而第六區就是高尚住宅區 有很多馬賽克藝術和雕像都可以見到 可以印象一下 兩千年前在羅馬的有錢人是幾個有提示 不過有定心理準備的就是 它有很多地方是鎖住的 你最多可以隔著閘在旁邊看 有些地方是剛好正在修復 例如我們那天去到想看浴場 但剛好圍住不能進去 而有些是要排長龍才能看到 例如妓院 我老婆體力有限,我們決定不排 所以到最後,你能否看到你想看的東西 都要先說些緣分 大致上就是這樣了 所以你不要想著一天之內可以參觀得完整個龐貝 你怎麼都會有些取捨 所以一定要做功課 你去選一些有興趣的項目來看 龐貝的官網是有建議了幾條參觀路線的 快的兩個小時搞定 現代用豐富的那條要七個小時才行得完 所以就封劍遊人 看你多有興趣 以及看你有多好體力 由高這個角度,俯瞰龐貝 你會見到他的路 好像奇本一樣中環交錯很整齊 也都明確劃分了哪些是商業區 哪些是住宅區 以及大型群眾設施的區域 是相當有規劃的古羅馬傳統城市佈局 龐貝是世界上唯一他的結構 是跟當時完全一樣的城市 意思即是他沒有被後來的城市建設改造過 沒有被其他文明覆蓋過 沒有被其他國家的入侵破壞過 他就是這樣原汁原味保留2000年前的羅馬風貌 在考古歷史來說 這簡直是一次可遇不可求的奇跡級發現 很多人以為龐貝的災難是因為火山爆發得太突然了 市民都未知發生什麼事就已經被火山灰活埋了 造成超過2萬人被生臟的悲劇 其實不是這樣的 當時火山爆發的確是地董山搖 但主要都是把碎石把火山灰噴上天 然後隨風飄散開來 就像下雨跌回到方圓幾十公里範圍的城鎮那裡 這些碎石有大有小 但大多數都是扔不死人的尺寸 不過有超過九成的龐貝市民 你一走出街 惡膏頭見到世界末日這樣的款 再加上空氣已經離慢著很難聞的硫磺味 雖然已經是執包袱走路了 剩下大約一成左右的市民 即可能2000人左右 就是心存挑衡所以不走 因為在十多年前龐貝曾經發生過大地震 他們以為今次都是沒什麼 以及會覺得有什麼安全得過留在家裡呢 而還有些是因為太過腦弱病殘而走不到 這樣的狀態起碼持續了大半人 直到火山噴發壓力開始減弱 浮在它上空數以百萬噸計的火山灰 就瞬間跌下來 是時速達到百公里的火山灰 就像洪水缺堤一樣 在不夠一分鐘之內就淹沒了整個龐貝 包括還有很多山腳的城鎮 火山灰是二三百度的高溫 還要有毒再加上窒息 雖然見到龐貝人的姿勢 大多數都是痛苦扭曲的 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屍體 就是因為火山灰硬了之後 裡面掩埋了人的肉身 開始腐爛分解了 最後形成一個洞 考古學家當年看到這個洞之後 就灌石膏進去 這樣就還原臨終之前的姿勢 這樣重現出來的屍體並不多 大約有不夠一百件左右 但每一件看起來都很震撼 是比單純看著很冷冰冰的死亡數字 它們扭曲的軀體 是更令人有一種 翻回去壯爛發生過一刻的感覺 好 之下就慢慢在龐貝裡面走 我不會足夠石頭一條柱 說以前是什麼 我只想大概說說羅馬以前的一些風俗習慣 例如我們現在身處的區域是第八區 基本上這裏都是神殿 大會堂、史集這些為止 羅馬以前是多神信仰的 雖然這裏有阿波羅的神殿 有朱比特的神殿 有維納斯的神殿等等 連埃斯的神殿都有些 羅馬很包容的 希臘的神、埃及的神、羅馬的神 什麼都可以拜 所以有多神信仰的羅馬人 對於一些一神信仰的基督徒 是好看他們不順眼的 大會堂和廣場 就是一個將政治和民生掛勾的地方 羅馬公民對政治參與程度相當高 廣場就是他們唯一看通告 即有位置在交流討論的地方 算是兩千年前的城市論壇 如果要投票選什麼 這個廣場位就是進行的地方 人流那麼旺 所以市集都會在這裏 人們買日用品、買菜、買糧食 彼此之間交易都在這裏 例如你見到這幾個洞 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到兩行工具 你要買多少 這些容量就可以很方便 秤到一個單位出來 古羅馬的公交設施遺跡 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 現在帶來看一些少見的東西 就是來龐貝奧看樓 現在我們在看的是龐貝奧最大的豪宅 佔地三千平方米 即是三萬呎大 有錢人家一進去 通常會見到一個庭園 中間會在水池有生氣 羅馬人比較注重花園 注重廳 注重見客 用來社交開派對的地方 這些空間會做得很漂亮 牆身、地板、天花都美輪美換 是一個顯露他們身家的地方 而房間在他們眼中 真的只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房間很多時候 甚至沒有窗 就算有,都是很小的窗 還有房間的面積偏小 而床很多時候是用磚砌成的 這樣一間又細間又暗的房間 以及他們通常都有很寬敞 很光猛的廳 是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而這間豪宅最出名的 就是這幅巨型的馬賽克畫 主題是講亞歷山大 決戰大樓士三世小時候的認知 在當年只是有錢人踩著的地磚 現在成為了拿波利考古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當然啦,你在龐貝看到的這個也是複製品 因為這些國家珍寶 是不可能放在一個露天環境 繼續被日煞雨淋 而講到那個年代的馬賽克畫 真是大開難解 其實這種藝術的初形是源於兩河流域 不過真正化作為一個大規模藝術的 就是由希臘人在公元前大約五世紀 已經開始創作出來 之後就由羅馬人把這種藝術吸收過來 再發揚光大 順著征服了越來越多的地方 就將馬賽克藝術跟著羅馬的版圖傳播開去 馬賽克畫的造工是極度講究的 他純粹用五彩巴蘭的石頭來做硬料 先將石頭的表面打磨平化了 再切割成很細很細塊 然後逐一平貼回去 最後再整體來拋光 這些顏色鮮艷而且圖案複雜的圖形 是比就這麼低一種顏色的石雕 是看上去更漂亮更奢華 更突顯到主人家的地位和財富 初頭馬賽克藝術在羅馬發展的時候 多數會用在天花板或牆壁的裝修 因為人們怕他不受力 後來發覺原來很硬正 是不會掉出來的 所以才開始用來裝飾地板 就例如這幅描繪阿歷山大大帝的馬賽克畫 這麼多人物 場面這麼複雜 表情這麼豐富 阿歷山大一副聖券在握 自信堅毅樣 而帶流至三世 明顯輸得沒有底氣 是面露恐懼的神情 這麼生動的描繪 竟然在兩千年前 就可用石仔砌出來 那個工程量真可想而知 這樣一幅構圖這麼宏大 題材這麼罕有的巨作 它不是出現在什麼宮殿的多眼處 也不是神廟最多人會見到的那幅牆上面 而是只是出現在一個普通有錢人的家裡 其中一個廳的地板 每天被不知多少對羅馬良鞋踩過來 所以你就明白了 龐貝的考古是多麼令人震驚 可惜的是我們在拿波利見不到他的鎮跡 他拿去整 只是掛了一幅低清版的Banner頂檔 還要拉不直 真是脆脹 龐貝古城的難得之處 是還可以看當時的人的生活痕跡 例如眼前這間熟食檔 在龐貝可以找到80多間類似的店 不過這些餐廳招待的 多數都是勞動階層的人民 當時有不少工匠和商人 是住在自己的店舖上層 因為空間所限是連廚房都裝不到 所以就要出去買外賣 就是來這些地方 它不止有兩送販賣 還有酒水供應 在這裡有很多很有趣的生活習慣可以看到 例如那時的人喜歡在門口 用馬賽克砌一隻狗 是有一個門口狗的象徵意味 有例如龐貝是有洗衣服的 當中會有一個尿池串門 用來去除油漬 因為那時的人已經發覺 原來尿裡面是有些成分可以化解油污 所以會用尿來浸住 然後用踩的形式來洗衣服 可能要踩幾個小時才搞得怎樣 這些極度厭惡性的行業 就當然是有奴隸去做的 作為一個那個年代的度假性地 龐貝的聖服務行業有多發達 都算是體現了那時羅馬社會 普遍來說的風氣是怎樣 龐貝有一間專門的妓院 但這不是重點 因為要解決需要是根本不需要特意去那裡 其實有不少的餐廳仔或者酒吧仔 很多時候都有設有樓上啞房 而那時做適應就算是一份低等的工 有些會做兼職 客人來吃飯來吃兩杯 如果合眼完 就可以順手去樓上解決生理需要 不貴因為標明價錢 便宜的話兩杯酒的價錢便有交易 而貴的那些便可以有八杯酒價錢 沒有人知道餐廳的雞賣哪樣東西 比較好生意 反正最後統一都是用幾多杯酒來計算 真正拿正牌做雞的那些 在衣著上已經好看得出來 首先我頭是會驗些很古靈精怪的顏色 還有穿得很清涼一點 通常只穿一件衣服 不像其他娘家婦女一樣 穿好幾層 穿得少方便脆方便工作 他們的身份通常都是奴隸 所以妓院反而是比地位更低的人過來玩 我上網看過的照片 裡面的房間和監倉是差不多尺寸 又壁又沒有窗 是比住房倉還慘的 而有錢人是不用叫雞 也不複於來這樣的地方叫這樣的雞 他們自營家的奴隸 其實很多時候已經兼具了發洩對象的功能 龐貝實在太大太多東西看了 相比一些例如寄院之內這麼多的景點 那裡還有全龐貝唯一需要排長廊才參觀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沒有去到 但我覺得一些不起眼的建設 更加令我佩服羅馬時代的輝煌成就 舉個例子他們的石春路 條條大路不止通羅馬 在全盛時期全羅馬一共鋪了85,000公里這樣的石仔路 就算在羅馬帝國滅亡了很多世紀之後 這些路依然是歐洲最可靠的人最依賴的道路網絡 而且是不用怎麼打理和維修的 甚至可靠不少今時今日建的路 因為一條羅馬石春路 你不要看它這麼簡單 它不論建在點影的地質之上 它都是由這樣幾層材料來整成的 而且還會整斜水 跟著在兩邊建排水渠 所以我一直都覺得羅馬的工程造藝 是超越了那個時代應用的水平 它們的浴場、高價引水渠、劇場 是真的不明白怎樣才能做到的 這些建設通通看起來很簡單 但這種大考不公的境界 才是令我最佩服的地方 就例如眼前這個劇場 以前的政客、思想家 他們要演講的話 沒有咪咪、沒有擴音設備 是就這樣說 但能夠令到這麼大範圍 可以坐到五千個觀眾的劇場 每個人都聽得那麼清楚 你可想而知聲學設計 多麼精準 它的座位的距離、角度 和整體的包覆性 怎能令到聲音去到最大化 而不會抵消 或反射到其他地方 可惜的是太多遊客在這裏 如果不是 我想試試站正中間 試試說話 讓我老婆坐遠一點的聽聽 看看聽得有多清楚 這裡你見到座位 是用了不同材料來鋪 你記不記得我之前說羅馬特首場那集 其實道理是相通的 最下層、最靠近舞台的位置 就給身份尊貴的階層來鋪 所以用了大鯉石來鋪 之後那些就是給平民坐的座位 用普通物料鋪 最頂層還有一些棋位 整個龐貝一共只有兩萬人口 但是有一個還想到5000人的劇場 可想而知 當時龐貝是一個挺熱門的旅遊城市 是有很多其他地方的人 會專程來這裏交流 來看show 還有聽演講 劇場位於龐貝古城的另一個入口附近 看完這裏就可以順手離開了 我們早上9點多入場 走過時是下午3點半左右 還看到有很多遊客現在才開始入場 提提各位 龐貝考古樂園是有開放時間的 晚上7點半關門了 你也不想專程坐車過來 只看兩小時的酒吧 離開考古區域的範圍 會多一些餐廳、賣紀念品的店鋪和廁所 但還是那句 不需要對食物有太大期望 是叫做好吃過乾燥燥的包 起碼它是新鮮做的 不過在意大利 尤其近拿坡里的地方 叫披薩一定沒有錯 看起來多普通也好 都好吃過香港八成的披薩 不是廚師問題 而是食材 意大利這裏真是很棒 先天優勢太強了 好了 來龐貝古城的參觀 大致上就是這樣的一次體驗 其實在一些會滑腳 和而且換粒不平的路上 走五、六個小時 再經歷了,又下雨 再好天 然後蒸水上來焗煮 到中午後便會激勢 汗一直吹著吹著 沒有風吹乾自己 所以整個事是很累的過程 有很多時候我去探路拍攝 多多坐在路邊和老人家搭散 我趕快拍攝後回來找他 雖然有不少地方看得比較走馬漢化 但不要緊的 因為拿波利考過博物館的展品 足以彌補你在龐貝錯過了景點遺憾 這個博物館真是很大 而重頭戲龐貝的展品位於二樓 基本上龐貝看到的都是複製品 因為文物需要放在一個恒溫恒濕的博物館環境 才可以妥善保存 那是否代表著看完這些就不用去龐貝呢 這層就視乎你對龐貝的興趣有多濃厚 對我來說,兩者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是要合而為一先來一個完整的故事 舉個最直白的例子 就好像你去看Infinity War和Endgame 你沒理由看一集不看另一集 如果你這樣都覺得OK的話 即是代表著你對龐貝其實沒什麼興趣 那個年代的羅馬帝國雖然在軍事上很強大 但說到文化藝術方面的造藝 都是希臘發展得比較超前很多 那時羅馬將軍打完仗 地位提升了 就想過一些有品味的風雅生活 所以周圍搜羅一些希臘藝藝術品來裝修自己的家屋 這些當中有些是打仗時搶回來的 有些是買回來的 而這種Lifestyle 就慢慢變成一種上流社會開始模仿的風氣了 那時羅馬國力強,人們有錢 而希臘是一個被征服的地方 人們普遍來說沒有那麼有錢 所以人才和技術就流香給得起錢的地方 你想想,如果從龐貝這個普通的 一個度假城市的大戶人家屋 都能夠找到這樣的工藝級數的用品 你可想而知,其他大城市 例如羅馬的有錢人在用什麼 而皇帝的御用物品又精細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所以在我眼中,龐貝是一個威力加強版的 陶坦卡門之墓 陶坦卡門是一個沒什麼建樹的埃及法老 沒辦法,19歲已經死了這麼年輕 但他成為古埃及幾千年歷史幾百個法老王當中 數一數二最多人認識的他一個 就是因為他的墓是暫時唯一找到最完整的 沒有被人破壞過,沒有被人偷過的墓 從這樣一個二打六法老的墓中 都能夠找到震撼全世界的陪葬品 你真的想像不到千古一低的法老 例如Rameses 二世那些 他們的用品究竟有多驚為天人 不過可惜的是,永遠都不會有答案 而龐貝的考古地位,我覺得大概就是這樣 結合在古城遺跡所見到的 以及放在博物館的展品 你會很深刻地理解到 為什麼經過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之後 歐洲人對於復興羅馬文化有這麼強烈的欲望 其實這就是文藝復興的原動力 就是因為希臘羅馬時代實在太偉大、太超前了 你看得越當,越會迷上了這個時期的文明 好了,今集《龐貝之旅》就說到這裡 這麼重口味的一集,如果看到這裡還在看著 我真的好感動 希望對於打算去龐貝或喜歡這條歷史的你來說 這條影片會幫到少少少 好了,意大利之旅的影片陸續有來 不想錯過朋友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今天旁邊的小鈴鐺,長線收看 好了,這條影片來到這裡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大概二十分鐘 完成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